航空工业海报正式公开FC31照片 歼31已经要诞生了吗 其关键性能可以超过F35吗 我们有请军事专家傅前哨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 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最近航空工业公布了一个宣传海报 这个海报里列出了几款国产的新机 这几款国产新机一共是五种 三个零 两个零 那么三个零呢 是歼20 运20和直20 两个零呢 是攻击11以及FC31 那么其中运20 歼20和直20已经先后列装部队 成为我军的主力军用飞机 那么攻击11呢 已经在2019年的国军阅兵中呢 公开展现 这是一款隐身的插打一体无人机 它的隐身能力非常强 那么还有一款飞机 可以说目前还没有列装 但是呢 已经在珠海航展上做过公开的亮相和飞行表演 那就是FC31 那么把一个没有列装的军机 放在航空工业的宣扎海报上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 它预示着什么呢 预示着FC31已经从企业的行为 就是他们自行开发的一款验证机 现在呢 变成了一个型号 已经有了户口了 那么FC31一旦入户 它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座大飞机呢 它有可能作为一款和歼20搭配使用的隐身战机 那么歼20呢 是重型战斗机 而FC31是中型战斗机 和它们对应的机型 只有美国的F22和F35 可以这么讲 FC31就是对标美国的F35 它们都是属于中型的隐身战机 无论是尺寸 起飞重量 应该说都是相当的 只不过F35是单发战斗机 而FC31是双方战斗机 那么FC31一旦研发成功 列装部队 它将会装备什么样的航空兵部队呢 一个呢 有可能 配对空军或者海军航空兵的 案提部队 另外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成为航母舰战机 我们知道FC31它的外形设计 应该说是做的比较精细的 它的雷达反射界面相当小 完全可以和美国的F22 F35相对应相比较 那么我们来看看 FC31和美国的同量级的F35相比 那么它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在雷达反射界面方面 FC31明显的要小于F31 因为它的外形设计 更加精细 更加光顺 而且呢 也更加瘦身 F3主呢 被一些网友 起了个外号 叫肥垫 那么肥垫的意思就是 它又短又粗又胖 那么短粗的外形 阻力肯定大 你像F35 它最初的设计指标 是超音速1.8倍 但是由于外形阻力过大 再加上机体结构重量 设计上存在问题 造成了超重 因此呢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 已经从超音速1.8倍 降到了超音速1.4倍 这个和FC31相比 可能差距就比较大了 因为FC31的原型机 也就是在珠海航展上 FC31的最大平黑速度 它的原型机 已经达到了超音速1.8倍 那么现在的2.0版本 或者是3.0版本 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瘦身设计 飞行阻力更小 无论是隐身 还是最大平背速度 以及机动性 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 可以说它的雷达反射截面 要远远小于F35 那么这款战机 一旦研发成功 列装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将成为我们隐身战机器 中很重要的一个补充 这款先进的战机 不但隐身性能好 航程也比较远 那么在航程 以及最大飞行速度 隐身能力方面 可以讲 FC31都应该相对占优 那么如果给它配备一款 非常先进的国产的动力装置 那么我们可以预期 在海战场和空战场上 FC31完全可以和 美国对先进的隐身战机 相抗衡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个留言区 留言 交流 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